Stylish這件事是別人怎麼看你 別人覺得你Stylish就是Stylish 但你自己看自己 我覺得最重要是開心大過一切 我的Style是 總之我穿得開心就夠了 我是Joey 我是一個時裝造型師 我做了Stylish大約10年 我是大約2012年 那時候開始寫Blog 那時候很流行鋪每天打扮的照片上去 我那時候是留長頭髮 穿得比較誇張、中性 我又沒想過有人會看 有人看了之後就說 你會想來接受訪問 去時裝雜誌說一下你的Point of View 那些人知道我是誰 就開始接觸到Stylish 我自己很喜歡襯衫打扮 你自己看自己是一種自我娛樂的東西 但我發現原來我很有滿足感 是我幫一些客人 或者朋友襯衫的時候 看到他穿著我襯的衣服 看著鏡那一刻的滿足感 我真的很大 幫到他們有更多自信 我就會很開心 做這件事 我想我自己和Style的關係 但是我覺得他好像在流血液裡面 那些人只想到牌子 我好像看到一個外國人的訪問 他說Fashion是你可以用錢賣的東西 你可以是很有錢的穿著航頭在身 但是Stylish的東西你是買不到 無論你有多少錢都好 你是買到Fashion的 但對我來說Fashion的定義是Beyond Fashion 我是喜歡那個Style Stylish就是幫大家襯那個Style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衣服是沒有分性別之分的 你穿得開心就可以了 不是說男生穿女裝 女生穿男裝 只不過是你覺得穿得開心的 你覺得漂亮的就夠了 不需要局限自己 我只是穿男裝 只是穿女裝 我覺得自己能穿得到的 我都會穿 我對Style是我看自己最重要的 不是你人家怎麼看我 因為我自己開心最重要的 香港人很尊重髮型師和化妝師 我經常覺得時裝造型師 他們比較似乎 很多人覺得Stylish是比較簡單 以為只是襯衣 妝那些可以即時改 還是什麼衣服 我們需要時間去找去買 不要經常覺得我們好像表面很漂亮 我有一次有一個很好的體驗 透過一個機構他們找我幫銀舌病的那班 我又不想叫他們病人 幫他們襯衣打扮 那次我見過那些人是 可能比較中年 大我十歲的人 既然我們一起玩這個項目 我又覺得是否應該穿得顏色一點 我就給了很多顏色的衣服他們穿 我一開始都怕他們可能不接受 還是不太喜歡 但是一穿上身後 一出來他們都很開心 我看到那一刻就覺得很開心 好像帶了新的體會給他們 因為你知道如果你皮膚有病 你可能經常包上自己 穿一些很沉飾的東西 盡量不想被人發現 但我覺得其實你穿上身很開心就行了 所以他們覺得我們這樣穿也很好 那一刻我就覺得 終於好像不是除了扮靚之外 是做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是很驚訝 那一刻我是覺得很感動 就是告訴別人你不需要怕這個病 所以我就是想讓更多人知道 不要經常看表面的所有東西 因為表面的東西去歧視一件事 就是你要了解整件事 有夢想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尤其是在香港現在這個社會 好像不是這麼開心的情況下 我覺得更加沒有放棄夢想 每個人在不同的年紀 都有不同的夢想 人生不需要一個夢想 給多一兩個夢想自己 繼續去追夢 我現在的目標真的很簡單 只是想簡單地過生活 我覺得我現在這一刻是很開心的 繼續做自己簡單地過生活 對我來說是足夠的